本节目由酸女孩与生鲜食材科技共同企划制作 春天大地细菌滋生 而台湾在每年的4月都会进入丝气偏高 人体这时候就容易产生疲倦 四肢沉重的状态 我们该如何吃呢 欢迎收听酸女孩专题报道 颠覆新香从无添加开始 我是节目主持人洋葱妈妈Gin 我们2月的专题 从少女到妈妈都爱的肉桂卷汁多少 大受好评 这一次专题呢 我们带大家认识新香 正确吃新香 而吃新香最适合的季节是春天 为什么是春天呢 春末夏初通常是阴雨绵绵的季节 台湾本来就比较潮湿 春季的湿度又特别高 当湿气闷在身体里面舒展不开的时候 人就会变得非常的不舒服 人体的肌肤本来就可以自然散湿所谓的水分 可是太多的水气如果蓄积在皮肤的表面 就会产生肢体的沉重感 所以你就会特别容易觉得疲倦 昏昏沉沉 有时皮肤就会有发痒或者是肿胀感 也容易觉得头部有点闷重跟头痛 如果是水气它过多的囤积 有时候也会影响食欲哦 或者是你口渴的感觉会忽然消失 然后你会那阵子变得非常非常的不爱喝水 那春天去湿的饮食建议呢 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要正确的适当 摄取所谓的新香食材 然后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去帮助去湿 那讲到新香 你第一个会想到是什么食物呢 最近有台湾越来越多的麻辣锅跟麻辣烫 还有印度咖喱那些戒不掉的辣 又或者是泰式的焦麻鸡 或者是口水机上的香料呢 这些感觉上好像都是新香料 但是其实新香并不是只有辣味 通常是具有浓烈香气的食材 都叫做新香 例如青葱 彩椒 大蒜 韭菜 香菜 九层塔 辣椒 还有生姜 那另外一个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新香料呢 还有一个叫做植物的叶子 种子 果实 根或树皮做成的调味料 那大家可以想象这些新香料的话 可能有紫苏 胡椒 丁香 若桂 和各式的香草植物 它们通常是用来增加食物的香味 而不是提供营养 哈喽 这位妈妈想要请问 你认为什么是新香 就是辛辣的辛 香气的香 你知道什么是新香吗 你可以举例一些新香的食物 就是什么新香料的那种感觉吧 对 你可以举例有哪些 新香相关的食物吗 那个什么是三香啊 还有那个七味粉啊 还有那个新泡面 那个感觉都是有新香的 新泡面 好 那我现在会问你五个食物 那就你直觉你觉得哪些食物是新香食物 好不好 食物吗 对 我现在举五个 然后你跟我讲哪几个是新香食物 好 第一个是麻辣锅 你觉得是吗 是 我觉得是 好 第二个是印度咖喱 印度咖喱也是 好 三杯鸡 三杯鸡我觉得比较不像 好 葱爆牛肉 也还好 好 肉桂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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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 好 就谢谢你 哈喽 哈喽 你好 你好 那先生我们有两个问题要问 请问你觉得什么是新香 新辣的新香气的香 像荷兰芹 八角 冰香 五香粉那些是新香吧 好 那我这边有五个食物 等一下要问你 那你帮我回答它是不是新香食物 好不好 好 第一个是麻辣锅 是啊 里面很多中药 新香吧 好 第二个印度咖喱 是啊 因为印度用很多香料啊 应该是新香 好 第三个三杯鸡 应该不是吧 好 再来冲爆牛肉 嗯 不是吧 好 最后一个肉桂卷 肉桂卷 感觉是很欧洲那边的东西 应该算是新香的一个食物吧 好 谢谢你哦 等一下我们在后面的节目会帮您揭晓 好 谢谢你 我应该都对吧 我们等一下揭晓啰 听到了听众朋友的回答呢 答案揭晓了 其实以上五种食物都是新香食物 麻辣锅有辣椒 印度咖喱有咖喱粉 三杯鸡有九层塔 葱爆牛肉有青葱 肉桂卷 有肉桂 所以以上这五个东西 含的东西都叫做新香食物 在此与大家先分享一个酸女孩主办的活动 酸女孩为了让大家更认识吴天家的产品 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 希望能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爱护自己的同时 也爱护自己的家人跟朋友 即日起至四月十五 由酸女孩 朴实工作室跟乐万生活概念店 我们举办了一个春日新香好食展 我们将带领重视健康的朋友 从春天吃新香养生 认识吴天家 这个活动呢 将从酸女孩的线上购物 到乐万生活概念店的实体展示体验 还有乐万独家 新香创意料理的套餐 我们将带你更有意识的 吴天家四季饮食 接下来呢 我们邀请到朴实工作室的创办人 孙嘉航先生 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这一次呢 特地帮我们这个 新香好食展呢 设计了两大系列 非常有特色的 新香料的酱料 那第一个是咸酱 在咸酱的部分呢 你把台湾很有特色的香料 做了一个跟欧式坚果油酱的结合 然后第二个系列呢 其实非常有趣的 你是把台湾很多的 在地的水果 大家常常使用的一个水果 可是你把它跟 完全无法想象的新香料结合 那想要问一下 孙嘉豪先生 为什么会有 这两大创意的变身 OK 事实上我们人 在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对于味道的感觉 它来自于好几个部分 一个是舌头味蕾上 感觉到的 酸甜苦辣的味道 然后另外呢 是我们的嗅觉 闻到的香气 那所以我们常常在说 吃东西有味道 有层次 它事实上是由这两个 比较大的部分去组成的 那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说 如果我们能够在香气上 补足的话 那食物的风味就有了 那我们也许在盐 跟其他的调味料的 那个使用量上 就可以减少 好 那让我们的饮食 能够再调得更健康一些 那其实大家一般想象 香料呢 好像是欧洲比较盛行使用 事实上台湾有很多 很好的香料 是我们已经用在 日常生活的饮食当中 已经被我们用到 忘记这些东西了 那我们就想说 我们来把它找出来 然后再加上坚果油酱 它本身是一个 在欧洲很普遍的一种 香料的呈现的方式 所以呢 我们就把台湾的香料 加上坚果油酱 再来组合 然后作为这样一个产品 那它就可以让我们 在调味的时候 可以减少其他的一些 盐的摄取等等这样子 那至于甜酱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次 用的这个季节 有着两种台湾 这样常见的水果 一个是红星巴勒 那另外一个是凤梨 那凤梨的部分呢 因为凤梨 大家感觉它就是酸跟甜 那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肉桂是很好 能够增加它的厚度的 一个材料 那由肉桂加上凤梨之后 它会增加它的厚实感 那再来就是那个 红星巴勒的部分呢 其实一般水果都是 比较属于冷的东西啦 那在综艺上 它就是要有一些 比较热 比较温的东西来调和 那刚好呢 我们常用的一种 大家已经忘记的 新香料叫做酱 那酱呢 跟巴勒它的风味 刚好在搭配上很适合 那它又可以补足 巴勒呢 它这种比较冷的感觉 所以可以让这样子的一个果 这样吃起来比较温润一点 好 那我们真的很谢谢 普世工作室创办人孙家豪 帮我们这一次这个 春日新香好事展 设计这两大的产品 那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因为它让台湾的新香辣 还有很多的特色的水果 其实都可以突破 原本的一个表现方式 那我们谢谢孙家豪先生 谢谢 这次我活动呢 我们特地与冷湾主厨与团队 独家设计春日新香的 创意套餐料理 餐点呢 结合台湾在地食材 还有马告 紫苏 辣椒等新香料 餐点呢 从开胃菜 汤品 煮菜 甜点 完整展开 那此新香创意料理套餐呢 将从4月10号起至5月14号 在冷湾生活概念店 现时推出供应 希望各位喜欢今天的专题 如果你喜欢这样形式的专题 也请你不吝啬地留言给我们 并给我们五星好评之词 感谢你收听 酸女孩陪你四季料理 三月份专题报道 我是酸女孩的创办人 洋葱妈妈 琴 我们下次见